OK,有了QRL的一些介绍和使用 接触元件的一些机制的说明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通过它来去开发接口了 那第一步呢,我们叫实现登录 其实这一步呢,不能完全叫实现登录 它其实是实现一个登录的核心机制 就是Session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Session到底是怎么去实现 然后我们再去开发路由 开发路由的时候呢 我们会把这个通过那个Session的实现 会把登录很快的就解决 然后另外就是我们把 各个路由对接数据库那块 以及登录验证那块 以及那个Control那块都给它弄完 这个不会花费长时间 因为我们都已经有了这么多的积累了 会很快就做完 然后呢,就是记录日制 记录日制呢,也有 因为我们使用工具嘛 也会很快就能把它搞定 所以说之前没有使用框架的时候 看似那种很多的一些东西呢 到我们现在第三个阶段 就是使用框二框架的这个阶段 有了之前没有使用框架的一些原理的基础 以及有了之前使用Express的一个基础 那到现在 在使用框二来去开发呢 就会变得清测输入 那大家想一下 如果你学完了这个课程 你再去使用一些框架 做NorJS的一些Sero的时候 那就会比课程中讲的更加的清测输入 对不对 好 首先实现登录的机制的Session 我们看一下 这个和Express是非常类似的 因为都是使用一些工具来去做 是基于这个 Core Generic Session 以及Core Redis 从这看 大家就能看出来 是直接去使用那个Session和Redis 去实现这个登录 这块是登录的一个特别核心的一个机制 对吧 基本上是 这两半实现了 基本上登录也就已经实现了 当时在做Express的时候 也是有两个插件的 对吧 当时分别是Express Session和Connect Redis 不知道大家记得不记得 不记得的话 大家去之前 那个前面去翻一翻 好 那我们就直接代码演示 到这来 这个App.js 它是默认没有集成Session和没有集成Redis 所以说我们需要自己去弄一下 然后我们首先第一步 我们需要在这个 先关掉服务 需要在控制台中去安装 安装我们的两个插件 分别叫Core Generic Session和Core Redis 当然已经还得安装Redis 如果是Redis这个基础的插件不安装的话 那这个也是不能用的 然后刚刚sale 把淘宝的镜像给它粘贴上 知道一下很快就安装完 OK已经安装完了 安装完之后呢 然后我们就开始写代码就行了 当然我们先不启动了 先写代码嘛 先引用 在这个地方 Session 付证成 Require 把这个Core Generic Session给它引用过来就行了 然后再引用一个Redis Store 付证成 Require Core Redis Require写错了 CoreRedis 好把这两个引用过来之后呢 然后我们就可以再去写这个Session和Redis连接了 大家注意在写之前 一定要在这个注册路由之前来写 就是我们可以在这个logger后面来写 首先第一步呢 我们要写一个app.case app.case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它是一个数组 然后它是用于一个加密的串 我们打开一个Express的那个代码 我们找一下Session里面的东西 这个和当时这个app.express里面这个Session配置的这个secret是完全一样的 所以说我们直接把这个拷费过来就行了 当然你自己随便写一个更加保密的也可以 下面写一个 注释 Session 配置 OK 那接下来再是app.use 大家看中间键机制嘛 对吧 然后执行一个Session 这个Session呢 就是上面这个地方引用过来的这个Session 然后它是一个函数 执行完之后 它肯定返回一个符合Core2的一个中间键的一个函数 对吧 然后这里面做一些配置 第一个肯定是配置Cookie 配置Cookie 我们之前都已经说过了 Cookie里面的配置 基本的配置就是这个pass要写成一个规模录 然后attp only要写成一个true 然后为了防止全能修改 对吧 然后maxage就是试效时间 我们这儿就默认写成一天 当然这个时间你可以自己控制啊 24小时乘以60分钟乘以60秒 再乘以1000毫秒 好 后期配置就配置完了 然后接下来再是配置redis redis需要穿上一个store 就是一个存储 然后redisstore redisstore呢 我们 这儿没有加多号 所以会报错啊 然后store是redisstore redisstore是这个地方引用的一个Coreredis的一个插件 然后这里面我们只需要穿redis的一个地址和 写入一个out out就是代表是全部对吧 然后我们写入个地址 127.0.0.1 就是我们本地的redis 然后后面冒号里面有一个端口 6379 就是我们本地redis的一个端口 就是这个 当然这个我们现在 就是先写死本地的redis的一个store 等会儿呢 我们会根据那个配置文件 就根据不同环境去配置 就是本地的开外环境 我们就配本地的 如果先上环境呢 我们就配先上的 这会儿应该是在配置文件中去定义的 而不是说我们直接写死 先是这么写死 好保存 保存完之后呢 我们先关掉这个address 我们可以在这个user.js里面 我们加一个路由 去做一个验证 router.gets 然后sessiontest assign可言数啊 contact next 这里面呢 我们可以加一个简单的验证 我们要验证一下 验证一下这个redis 是不是可以用了 就是我们可以判断一下 如果contact.session 写错了 这个地方不应该有建筑案数 这个contact.session呢 和我们express里面 那个request.session是一样的 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地方 注册了这个session在中间键 它才会在contact.session里面有内容 然后我们判断 如果它点 will count 等于nine 就是我们还是要看一下 它这个will count 就是浏览次数啊 如果它等nine的话 我们就把它寄成0就可以了 寄成0 就给它说实话一下 然后接下来呢 就是加加 就是每次访问的时候 就是session里面的一个will count 给加加 然后ct.session.body 最后返回什么呢 返回个对象 比如说error number等于0 然后把这个will context给它返回出去 这样就行了 我们保存一下 这个例子 我们在之前express里面也列举过 对吧 我们这就直接写 然后我们在控制台中运行一下 好 运行一下 然后我们在浏览器里面去防卫 api user session test OK 好 报错 报错 我们看一下一个什么错误 看控制台中就可以 we count not found 就是 不好意思 这个will count 没有单独定义 所以说我们要这么去搞 好 保存一下 保存一下 我们看一下控制台 重启了 重启之后 我们再去刷新 OK 这个地方就 它变成2了 为什么变成2了 因为第一次访问 这个地方变成2了 第一次访问的时候 刚才报错的时候 这几号代码已经走过了 对吧 已经走过了 就说明是 刚才就已经加1的 然后我们再次访问一下 它又走过了一遍 然后返回了一个正确的结果 对吧 它就变成2了 再刷新 就变成3了 再刷新 那就变成4了 那这是当前这个账户的 是吧 我们可以拷贝一下 到这个session test中 去浏览一下 看看 它应该是从1开始 好 从1开始 对吧 然后变成2 变成3 好 这是session test的账户 然后我们再回头来 刷新chrome的 chrome当前是个4 我们再刷新一个变成5 然后再刷新变成6 OK 那这就是session的特性 真正每一个请求都会 就是处理化一块空间 去存出它的一个 当前请求的一个 sword的一个边量 好 那我们看看 它到底有没有存在redis中 我们可以 连上redis client 然后case 好 这有两个值 对吧 我们是有两次 扣端的访问 第一次是chrome的 第二次separate 我们看一下第一个值 好 大家看第一个值里面 viewcon等于3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第二个值 第二个值里面 viewcon等于6 那就说明第一个值 它是存储的是 这个sifery过来的 这个请求 第二个值存储的是 chrome过来的请求 OK 那既然说我们的这个session里面 可以存储 viewcon 那我们session里面 就可以存储 youtardame 然后可以存储 realdame 好 session的这个测试呢 就已经完成了 包括session 包括存入这个redis 都已经完成了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就可以根据 这个很重要的特性 去实现登录功能 看到 其实有了session 之后我们再登录 那就是很简单的一个事情 就是获取完用户密码验证完之后 直接把它放入session中就可以了